刚刚咱们说的是IP 那么接下来说另外一个支点 叫做端口 什么东西叫做端口呢 来咱们先看这个图 咱们先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你就对它有一个了解 来看这个 在当前这个网络拓扑图里边 就简而言之 这个就是交换机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宿舍里边那个路由器 你看你的电脑可以连 你通知电脑不也可以连 你通知通知不是也可以连吗 那里面是属于同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电脑 它的IT是192.168.1.1 只是假如说1.1 192.168.1.2 因为在同一个网络里边的网络号是相同的 所以说前三组数 一般都是非力地址 所以说前三组数 咱一般相同 那么最后一组数 绝对不能相同 那么接下来我要干件设计是什么 我在我的192.168.1.1的电脑上 我运行了三个 或者说四个 或者说五个 这样的网络程序 QQ FQ 微信 默默 以及微博 以及什么 还有这个探探 还是什么东西的 是吧 现在都有嘛 那么 我问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呢 我想通过 QQ 想要给这个电脑上的 QQ 嘴听 是想给这个电脑上 QQ发个东西 那么按了咱们原来所说的东西 你觉得应该发什么呢 比方说我发个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想发个你好 请问 这是不是叫做内容啊 还记得吧 如果你通过QQ 发一个container 你好 请问 接下来他就蒙了 他是往着传 往着传 就是到这的时候 是往下走呀 还是到这往这走呀 还是到这往这走 是不是他已经蒙圈了吧 所以说咱们发的这个数据 至少还有个东西 叫什么 IP 是吧 Dest IP 写上 那么Dest IP 写谁呀 192的168.1.2 没错吧 这个数据 看啊 来一遍 数据到这了 在哥们 他能够知道 因为192的168的1.2 对吧 又不是不知道 在哥们是1.2 所以说到这了 请问 到了这个电脑上之后 这个电脑上是运行的 也有很多程序 你咋知道是给VQ的呢 我问大家个问题 我这个电脑上的数据 想给这个电脑上 我是通过什么来区分 不给这两个 而是给这个的 IPD者 那么我这个数据 到了这个电脑之后呢 你没发现 到底是一个呀 到了这个电脑之后 你是给哪一个程序呀 请问 如果我发动过 这个数据 只有IP 只有内容 而没有一个东西 来区分 我这个数据 给哪一个程序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他接下来也是蒙圈的呀 是 你是把数据 给了这个电脑 它上面有这么多程序 你咋知道给谁呀 自己蒙了吧 所以什么 怎么样 换套不换套 你觉得怎么的 是不是咱应该再有个值 来标记标记 是给这个电脑上的 哪一个程序 你觉得没错吧 那么因此呢 咱们接下来 在发动这个数据之前呀 还得写一个值 还得写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就叫做端口号 端口 端口号 端口号写几呢 这边的讲 什么叫端口号 它就像IPD字一样 是一个数字 那端口号呢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写个7788 好了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电脑 在运行的时候 你这个程序 在运行的时候 告诉了电脑 电脑 你注意了啊 我现在用了网络 要是给我的数据的话 你找一个值来标记我啊 我要这个值 我告诉你 我就要这个值 7788 行不行 可行 那么这个电脑呢 你知道了 我用7788 来标记这个PQ 这可以了吧 那同理QQ的运行的时候 他也要一个值 比如说他要的是7890 那么微信和默默的同理 是不是他都有值了吧 比方说12345呀 或者说这个接下来 这个还有一个值 我就省了 好 怎么办 接下来这么讲 如果我这个电脑上的费Q 想给这个电脑费Q 想发个数据 请问 我第一步 你知道你的电脑IP是谁 没错吧 如果我要是知道 你的IP的技术上 我还知道你这个费Q运行 起来的这个值是谁 我接下来说 我是不是都填在这儿了吧 那么这个值呢 就叫做7788 就叫做端口号 我填的是谁的端口号呀 我是不是填的他 已经钱的端口号呀 那所以说 同白现在开始啊 数据到了这儿 同白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 他拿着什么来区分 IP没错 那那IP到了这儿了 到了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电脑的多的事情 是第一步 拿着我收到了这个数据报的IP 和本地的IP对比 对比对比 大家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 一模一样的竟然是给我的 你拒绝也不好呀 留的吧 留的了 留的之后 问题来了 我给哪个程序呢 我接下来 既然这个数据 已经到了这个电脑 那么这个电脑就可以 主动权了呀 来 把你拆了 接下来 一拆 这个哥们之后 是不是七七八八 哦原来是七七八八呀 就这样 把你好 好 这个哥们拿出来 是不是送给了费Q 是不是费Q是不是就收到了吧 那么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这是数据从这儿到这儿的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要是再给他回一个 那你觉得怎么 啊 你觉得怎么动 好了 同学来 I7应该写谁的呀 是IP是不是应该写这个的吧 李商往来嘛 对吧 你送点李 我给你送点李 当然啊 李商往来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对吧 192的168 1.1写上了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端口号呀 咱们一般就写上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什么呢 port 翻译过来就叫desk deskport port就是端口的意思 deskport 请问写七七八八 行不行 有可能行也有可能不行 对 答案很明确 对 就是这个答案 所以说同学 你们也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我在这里边再写个七七八八 我回过去 有可能行也有可能不行 这是有可能就很尴尬呀 万一要是不行了 你说是吧 因此怎么着呢 其实真正在发数据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写上192的168.1.2 这是目标ip 然后我再写个sicip 这叫什么呢 原ip 翻译过来啊 这个叫目的ip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原ip 原ip就是来源 来源 那么这个地方写谁呢 请问我给你发一封信 你总知道这个信来得于谁吧 你写信的时候最后 还写上一个你的名字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写的谁呢 192的168.1.1 那么接下来这个desk deskport叫什么呢 目标 目标 端口 目标端口 目标端口 那么七七八八 来请问同标 既然这个FQ运行起来 告诉这个电脑 它需要一个值 同理这个FQ在这个电脑运行 是不是他也得告诉这个电脑 是不是他也要一个值吧 那么假如说 这个电脑给他的值呢 就假如说他们这个电脑要的值呢 是4567 我只是假如说4567啊 到底是多少 你爱是谁是谁 好了 那么假如说这个地方既然有个4567的话 那就写上sicport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 原端口 那么这个地方写上4567 好 现在我是不是写了这么一坨的数据啊 来 到了 发过去 到了这 到了这个交换机了 请问到了这个设备之后 这个设备是发给谁啊 根据谁来看啊 deskip 你目标ip是谁啊 192的198的1.2 我一看这个是1.2 OK 数据过来了 这个数据过来的时候呢 它俩一对比是不是一样的呢 OK 没错 一样的 那么一样的之后 接下来请问同标 他接下来把什么东西取出来给谁啊 把什么取出来 把对 把目标端口7788取出来 找一找 我这里边有没有7788这个程序 有 有的话 请问同楼 我接下来把你好取出来 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收到你好 这个数据就过去了 同楼们注意点 刚刚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再去用的时候 其实只是用了三个 分别是哪一个 目标ip 是不是我的 第一个 目标端口7788 我这有吗 用了7788也用的了吧 如果有是不是 他一把这个你好取出来 是吧 目标ip 目标端口 以及内容 是不是都取出来了吧 但是这里边还有两个内容 是不是没有用啊 什么时候才有用 接下来 对吧 你出于礼貌 你不得给人回一个吗 接下来要是给他回 请问同楼们 我接下来 是不是有应该在整一个包 整一个数据包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数据了吧 请问这些数据应该写谁啊 是不是 接下来 我只要我这边这个程序 收到的时候 我把这些所有的信息 都给他存起来 那么请问我接下来 我再给他回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写成了 1.1啊 这个原ip 是不是写成了1.2啊 我接下来要给你回啊 那么目标不就写你吗 是吧 那么请问同楼们 那么这个地方的 原端口写谁啊 7788 对吧 我的程序7788啊 请问目标写谁呢 4567 假如说你把你好你好2 给他回一个 是吧 把你好2给他回回去 来 到了这儿 接下来他一区分 给谁来192的168 1.1的 请问 给了他 给了他之后 他判断判断 是不是1.1呢 是 然后接下来 456有这个值对应的程序吗 有 接下来把你好呀 2拿过来 请问是不是他就收到了 好了 整个期间 用到了 i7 是不是也用到了另外一个字 是不是叫做端口 好了 现在我刚刚呢就给大家讲解了整个通信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用到IP用到了端口 我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为什么要有IP 在整个这个通信的刚我给你讲这个通信过程中为什么要有IP 没有IP 没有IP我咋知道给哪个电脑 既然我已经知道给了哪个电脑 为什么还有端口 你给了一个电脑之后 我总理区分 我是给哪个程序吧 你说是个道理不同吗 因此网络通信 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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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端口 所谓的端口就是一个数字 这么说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吧 OK 来 接下来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你把我刚给你说的这个流程 走一遍 发一个数据 过去 再给的一个数据回来 你解析一遍